吳鎮宇、袁詠儀、張達明出席電影家王萬事經首映 今次劇本改編至舞台劇 當眾探討住屋問題 鎮宇就說令自己想起以前的日子 其實是很久沒有演一些草根的人 自己也是那個地方那個世界長大的人 經常每個月都要計著計著 我最記得月尾一定吃蔥油半白飯 沒有餐飽飯、雞飯 到月尾一星期麻煩你蔥油白飯 老闆就懂得做 想起兩塊豬肚子 一做這些階層的人的感受就會更多 另外張達明說有一個好消息要跟大家公布 有另一件事明年或今年發生 是我第一次拍美國電影 不是我是做監製之一和我寫劇本 現在香港樓價高企 靚靚以後會不會都幫摩童志業呢 我想我會視乎我自己的能力去幫他 但以我性格我想我不會幫他 因為我覺得從小到大 但我都覺得男生是應該要養家的 要養妻活兒的 無論如何都要有相當的責任感 我想我無論如何都要他自己去負負部分的責任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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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